那我们现在要来讲呢 是宁波化生母的第二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呢 会讲其中的五个生母 那么首先是 它这个字母T呢 它是一个代表 一个轻不送气 齿银色音的一个生母 那么国际音标呢 它也是T来表示的 那么宁波化生母的T的发音呢 与普通话中生母D它是相同的 那我来读一下例子 Di Du Da Da Do Do Dio Di Du Di Di Dou Di Di Dang Dong Dng Ding Don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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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d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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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t 它这个t就是th字母来表示的 它是一个轻松气齿银色音 那么它国际音标呢就是一个t 然后右上角是一个小标的h 那么宁本话中生母的th发音与普通话中生母t其实是相同的 那我来读一下例子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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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是字母d它表示的是一个着齿银色音 那国际音标呢是用字母d来表示 那么宁本话中的生母d是与t相同发音部位的一个卓音 那么发音于英语中的辅音d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普通话中的生母d是比较类似的生母d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注意不要与生母t混淆 那么读一下例子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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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是生母n 它n呢是一个齿音笔音 它国际标也是用n来表示 那么音波话中的生母n的发音于普通话中生母n是相同的 那么另外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自成音节运母 那么这个会在运母章节介绍 那来读下例子 呢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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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 它是个字母L表示的是一个 着齿银边音 它的国际音标也是L 那么宁波化中的生母L 它的翻译于普通话生母L 其实也是相同的 这个例字来读一下 好,這個生母課就講到這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